来自家冒富二代 两年铁丝交病女子 十五百万 转几百块钱 转一千块钱这样 然后她会给我 越到后来 然后额度越大 然后因为借了多了 然后还的少了 导致现在还有十六万都没有还上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还你 2018年的12月份 她一直都没有回过家 她把我的车也开走了 我的两辆车 然后我的钱也拿走了 然后就开始查她 后来我才知道 她的微信也是用我的身份证注册的 后来就通过 就是申诉找回密码 然后登上她的微信了 才发现有那么多人 总共好像是十九个 她是同时交往十九个女孩吗 嗯嗯 差不多就是同时 她有一个快两岁的女儿 然后还有我家 还有一个刚出生没几天的一个儿子 还有一个团圆八个多月的 交往过了应该有十个左右 那为你生孩子有几个呢 两个 就两个吗 对 那你对孩子来说 现在是一种什么心理 愧疚 今天是愧疚吗 那只能愧疚 十九名受骗女子中 有十个人围起成娃娃 两个人怀孕 不晓得为啥子 看到还有两人怀孕 我不吼到你小了 说一句题外话给旅行朋友听 冒充有钱人与他人发生关系 是不构成犯罪的 他被抓是因为骗钱 真的是 喊的喊是老的老是 最后还要捞私人来接盘 虽然打了很好的马赛 我害死能看到这个男的 根本不好看啊 这种勾学的局情 不配成电视剧 可惜了 当然了 不是所有的女性 都会被这种人骗的 骗人者固然可恶 所以自己就一点责任 都没有吗 爱其不幸 怒其不争啊 感谢观看